另外可以谈谈中联通 因为刚刚也有好消息出来 有观众也想问一下 阿西利罗想问 今天买762可以不可以呢 会不会升呢 谈谈其实有什么消息 因为公布了中期业绩 半年多辞2成1 去到91亿7千万 上市以来首次派中期息 每股是人民币1.2元 并且计划提高全年派息率 另外联通就建议分拆旗下车联网公司 智网科技A股上市 看看如何评价这份业绩 以及说现在增派在西部分拆业务 是否可以推动股价呢 今天买得不行 回答观众的问题 看法上是正面的 其实这一转三大电信股 先后的业绩也是好的 如果阿伦整体过去半年的表现 联通也不例外 你看到整个增速 其实都是维持比较算是高增长 以电信股里面更加比较快 而二来我想今次好的地方 譬如阿伦也提到一些 比较吸引点就是有派息 因为以往没有中期息派 其实今次就派息 因为本身他们也说到 手上的现金是多的 但也见到一点就是 多得来他们也是肯 接回估股东 这个也是挺有的吸引点 第一点 二来其实他也是跟随 譬如中电信那些 未来都会调整排息比率 虽然他就未有很明显 一些所谓 自己整个回A的因素在 但是会有这些 叫做提升排息比率的时间 令大家对 息率方面的预期增加来计 是比较明显的 这两个东西本身来说 其实都有一定的趋发作用 而三年刚才提到 就是他虽然不是自己整个回A 但是他也是有一些分拆的憧憬 就是今次就宣布了 这个智网科技车联网 几个意义 一来就虽然不是一百%持有 但是都持有六成九 其实如果这个智网科技 回到A股上市 对联通过估值的提升都有 因为始终 智网科技本身是 偏向一些车联网 科技类别为主多一点 其实本身的估值 都比电信股是为之高的 这个是第一点 而以来其实联通 除了说 这一刻想拆智智网科技之外 其实他自己也有说到 其实还有大概五六间公司 可能来的 都想继续去A股 或者回到香港上 所以在整体股值上的释放 我觉得对联通中长线 还是挺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去买 但是你说是不是今天呢 当然我想今天的股价 现在对出来就很强了 升了5.6% 亦都是冲穿了一条250天线 我觉得你可以偷偷 去挨近二汶名天线的位置 大概就四个五毛六 四个五毛七的水平 才去入场 我觉得这个入场的时间 无论从技术走势 你可以拨过架上之余 我想中长线 其实考虑收息的因素 其实都是挺吸引的情况 一起了 超线的 最好的 超线的 都是同时 最选择 大线的 每次都学锋 的 大线能力 哪个 大线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